获得多个国际电影节大奖 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即时影片 自由中国有勇气相信 日前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国际电影节首映 参与影片访问的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也出席 持续呼吁各界关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真相 自由中国入选第三届渥太华国际电影节 周末在渥太华世界交流中心帝国剧院首次供应 渥太华国际电影节主办人妮娜·贝恩斯女士说 这是她第二次观看影片 但还是被再次感动的落泪 无论社会阶层的高低发自内心的对共同信仰的坚定 使人们走到了一起 那一刻所产生的强大能量无法用任何语言来形容 就这么简单 练自己喜欢的功法也不伤害任何人 却遭受了中共当局的迫害 若在加拿大和北美国家 这根本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 妮娜还透露 几年前她也曾想制作一部法轮功真相影片 我当时我介绍了一部法轮功的迫运动 我非常感激烈过这部法轮功的迫运动 在那时我其实想要制作一部法轮功的迫运动 和这些人 但为了一种原因或另一种 它是很难得获得这个迫运动 我并不可以制作这部法轮功的迫运动 所以当我学过《Tree China》 我立刻觉得它应该是一部分的节目 它是一个美丽的动作 加拿大前亚泰斯司长大魏乔高 参与了自由中国的拍摄 他与观众共同观看影片 现场为观众答疑 乔高还指出 活摘器官仍在继续 乔高认为 应该立法 至少外交部的网站应该提示人们 电脑高级软件开发商 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暴行 新唐人记者安妮 加拿大沃泰华报道 也務时代 港被沽轮了 Type хочет 专家